賴佩霞這個人設 因為大家現在最好奇 他是誰 他過去在演藝圈 到底是一個什麼形象 早期他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有混血歌后的封號 因為的確 他擁有一張混血兒的臉孔 長得很漂亮 其實歌聲也不錯 那為什麼是混血歌后 跟他的出生有關係 我們來講講他真實的人生 因為到目前為止 很多年輕人其實看了人選之人 都對林月珍很有印象 可是各位 林月珍畢竟是腳本安排的 我們總要瞭解一下 賴佩霞本人是怎麼樣的一個學經歷 以及出生 他的出生是在於他的媽媽 我們先講賴佩霞的媽媽 他的媽媽早年二十歲的時候 在臺北找工作 但是找不到工作 但是那個年代 在臺灣有非常多的美軍駐臺 所以他就找到了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是一個美國級的將軍 他的家裡面 所以賴佩霞的媽媽 在這個家裡面當保姆 也是因為在當保姆 我這段時間認識了一個美軍 兩個人有談戀愛 還談了兩年的戀愛 這兩年之後 這個美軍就被派駐去越南了 我們知道那個年代的越戰 很多在臺灣駐地的這些美軍 被派去越南 然後去了之後就沒有消息了 可是賴佩霞的媽媽懷孕了 他只能自己去養這個孩子 後來媽媽就到工廠去工作 然後一個人獨立養賴佩霞 那至於賴佩霞的爸爸 是在後來知道有這個女兒 可是他也沒有準備來認這個女兒 因為他的爸爸後來回到了美國 也結婚生小孩了 那怎麼辦呢 賴佩霞的媽媽只能自己去照顧這個孩子 那在賴佩霞大概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他的媽媽又談戀愛了 那這次又是一個美國級的工程師 這個人很優秀 是在當年美國戰機有一個工廠 他在這個工廠裡面擔任美其的這個工程師 兩個人談了一段時間戀愛之後 他媽媽又被對方給拋棄了 這個美其工程師回去了美國 當時賴佩霞大概小學的年紀 一直到賴佩霞16歲的時候 這位美其工程師呢 哇 終於聯絡上了賴佩霞媽媽 發現賴佩霞媽媽也沒有結婚 所以他們就決定結婚了 所以當時在賴佩霞16到17歲的時候呢 就把賴佩霞的媽媽跟賴佩霞 接去了美國 所以今天一直有人在談說 那賴佩霞是不是具有這個美國級的身份 當然啊 他後來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不是因為生父 是因為他後來這個繼父 他到美國去生活 當然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要找他的爸爸呀 他已經16、17歲了 他都沒有見過他的生父 於是他找到了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呢 當時已經四十幾歲 結了婚也有小孩 根據賴佩霞的說法 他從頭到尾看到爸爸 一句話說不出來 只能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父親賦予了他生命 可是賦予了他非常悲慘的童年 因為他顛沛流離 因為他小時候要被很多人取笑 所以看到爸爸又愛 其實又有恨 當然那一次見面之後 恐怕就沒有再多的聯繫 而且賴佩霞後來沒有在美國生活 他是在17歲的時候 就回到台灣一個人生活 然後就進入了演藝圈 被遷進了唱片公司 好 我們都會再來談唱歌這一段 所以賴佩霞自己說 他小時候經常被同侪取笑 說他是雜中烈 他的家庭我亂了 我家庭 是多亂了 不只要學生 不是美國配我們台灣而已嗎 阿公 阿公捷克的人 對 阿公捷克 阿嬤這個叫愛爾蘭 在 真的啊 老伯 我知道名字 叫李吉頓寶 李 對 老母日本 叫做Tomico 媽媽叫Tomico 對 媽媽叫Tomico 這你知道嗎 如果他後頭到他的青青五十 他的季青 還找到 像背風 背山 倒回來 還要水背 還要吃背 你的意思 背一個不知道一年 孩子都生出來也沒過了 對啊 如果要說青青 孩子在讀國面 真的滿好笑的 我們來講一下 他進入演藝圈 事實上他是以歌姓的身分 進入演藝圈 賴佩霞在17歲的時候 回到台北 他當時在台北 有一個很有名的 小統一牛排館打工 陸陸續續就成為駐唱歌手 那這時候呢 因為唱片公司的人 覺得他的歌聲不錯 就簽了他 出了兩張專輯 當然各位對他的歌聲 跟這個專輯 可能比較陌生 為什麼呢 是因為出了唱片之後 為什麼諸葛亮大哥 跟賴佩霞會這麼熟悉 是因為那個年代 又到了歌廳秀 跟餐廳秀的年代 有這樣一個絕美的臉孔 而且身材也很棒 所以他的確在這個 秀場時期非常的活躍 可是為什麼後來 大家沒有再看到他的作品 賴佩霞有提到 他說他的媽媽後來 跟他一起生活 他的媽媽對他 有嚴格的控制 所以其實母女倆的感情 不是這麼好 他為了擺脫媽媽的控制 他在25歲的時候 嫁給了認識只有三個月的 這個女性設計師 就是我們提到第一任的婚姻 只認識三個月 跟對方根本不熟悉 他就結婚了 為什麼 他說原因就是想擺脫媽媽 來 盛美我們來談 他的那一段 說實在真的 滿戲劇化的婚姻 他的第一任 第一任的這個婚姻呢 改變了他的人生 為什麼這樣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賴佩霞歌聲不錯 戲也演得很好 你有看人選制的你就知道 他真的戲演得非常好 如果他都有各方面 這麼好的表現 為什麼在演藝圈沒有代表作 因為他曾經成績了20年 是因為這一段婚姻 我剛剛提到他過去 他曾經提到 他為了擺脫媽媽 對他的嚴格控制 所以他在25歲的時候 你知道25歲 是在人生最精華的時候 認識了這個女性的設計師 只有三個月 他就嫁給對方 而且就生了這兩個女兒 就是我們後來知道 有一個女兒進入演藝圈 叫謝沛恩 還有一個是謝沛婷 這兩個女兒 然後他說 他在婚姻當中 他的先生就外遇了 甚至於他大著肚子 整個那個遭遇外遇的過程 跟犀利人妻裡面 政公面對小三 要對峙 要嗆聲 甚至要談判 他說那整個過程 他都經歷過 而且這件事蠻巧合的 我們剛剛講 人選之源 他演的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因為現在還要做 副總統的候選人 那麼在犀利人妻呢 這部片 整個故事情節 跟他真實人生很像 而犀利人妻的女主角 是他的媳婦隋唐 沒有錯 所以大家也覺得 賴皮卡人生 真的是人生如戲 如戲 當時他還跟小三談判 因為他真的不要這個婚姻 而且他還懷著 他第二個女兒 所以非常的悲慘 最後他是希望跟老公 離婚 老公不離 所以他說他最後是去拜託小三 讓小三去跟老公說 讓他離了這個婚 你可以想像 他結婚八年之後 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這個婚姻的折磨當中 八年婚姻結束之後 他說他當時拖著一個大女兒 肚子裡面有個小女兒 身上只有六萬塊 他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已經沒有在演藝圈演出了 他也沒有工作 他是這樣子活下來 他為什麼會接觸現在所謂的心靈的課程 以及很多溝通的課程 是因為他當時大著肚子 每天哭 每天哭 他的朋友跟他講說 你這樣不得了 你這樣每天哭 你的女兒生下來 會不會也每天哭 是對胎教不好 他是因為為了當一個好媽媽 所以他決定他大著肚子 去上心靈課程 以及溝通課程 所以後來他沒有在演出 他就專門去扮演心靈導師 然後開始上課 所以從混血割後 他後來又變成了神仙婆婆 這是最近他比較為人知道的一個封號 是因為來自隨堂 他的第一任婚姻結束之後 後來 我們等會再來講第二任婚姻 因為第一任婚姻也非常巧的是 據說他的前夫 也是美魔女吳文軒的前夫 但是我要強調 這兩段婚姻其實是有相隔一些時間 所以吳文軒並不是破壞賴佩霞的婚姻的第三 不是不是 他們兩個甚至後來還變成好朋友 但是不管他的前夫跟賴佩霞 還是跟吳文軒都同樣的都很渣 沒有錯 甚至於到後面狀況更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吳文軒是我們演藝圈有名的美魔女 她的這一任婚姻就是跟這個女性設計師 然後他們也有一個孩子 後來兩個人也是因為這個婚姻出了狀況 他們要離婚 也已經離了婚了 吳文軒是一個人帶著這個孩子 而且他的孩子現在已經非常大 一個人帶著這個孩子 撫養這個孩子 可是他的前夫竟然要跟他要費用 所以吳文軒實在不能忍受 他說你都已經沒有撫養這個孩子 你還三五十跟我要錢 怎麼會有前夫要跟前妻要生活費 這是非常離譜的 所以這件事情早年 曾經變成大家談論的八卦說 天啊 賴佩霞的前夫 又是吳文軒的前夫 然後這個前夫呢 傷害了兩個演藝圈的重要的美魔女 然後婚姻關係也讓他們受到了很多的折磨 好 賴佩霞第二段婚姻是人生關鍵轉折點 他認識的這位謝志宏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賴佩霞跟他的前夫 生的兩個女兒照理說應該姓吕 可是後來都姓謝 因為他跟第二人婚姻 也就是謝志宏感情非常非常好 而謝志宏有一個兒子是後來我們要講的Tony Tony是誰呢 Tony就是隨唐的老公 所以這一大家子呢都活在美光燈下 那我們先說賴佩霞跟謝志宏在一起之後呢 婚姻關係非常好 賴佩霞甚至說他們做任何事情呢 哇 幾乎都手牽手 上節目也手牽手 先講一下謝志宏這個人是誰 大家比較不熟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本身呢是成大的一個電機系畢業 而且本身還是一個創投的老闆 過去在台灣他出生自新竹控科學園區 他辦了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本身呢做一個掃描儀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謝志宏跟賴佩霞 他們比較常經營在生物科技的這個領域 恐怕是跟謝志宏有關 然後謝志宏除了是這個掃描儀 公司副董事長 然後十幾年的時間 讓這個掃描儀呢 除了在台灣 在日本 在中國 在很多地方 美國發光發熱 業績真的非常令人羨慕之外呢 這幾年謝志宏也到山西去挖礦 講到山西 好像跟郭台銘也有點關係 因為郭董本身就是山西人 所以他到那裡 當然不是真的挖礦 當然在那邊 他有三家煤礦公司 透過這個煤礦公司做了一些創投 所以顯然謝志宏在這方面 包括生意創投 以及這個生物科技方面的這些成就 也影響了賴佩霞 所以為什麼賴佩霞這幾年 不論在學歷 在這個課程方面呢 他儼然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藝人了 他現在已經是心靈導師了 而且還是暢銷作家